而最近台大医院因为物质艾滋器官感染者器官给病患 而柯文哲 康泽辞去了器官移植小组召集人 不过现在不止学生出来力挺 甚至有网友力挺他 要他出来学立委 柯文哲一早现身研讨会会场低头做笔记 看得出来 眼心销售不少 台大医院物质艾滋器官感染者丑闻 三天前辞去器官移植小组召集人 而他的学生 新冠医院张志华医生为他成立粉丝团 为柯文哲报区 短短时间就有五千人加入 有人认为那不是他的错 柯文哲应该留下来 继续为台湾的医疗努力奋斗 也有网友说支持他出来选立委 甚至出来选蔡英文的副手 不过柯文哲却一派轻松 不会啦 我不是政治人物 这个就算了嘛 下台就下台 还在罗里巴说什么 所以不会有点感动吗 我常说我拜诺大家不要再替我增加麻烦了吗 柯文哲一脸无奈 台大医院将艾滋感染者的器官物质 给病患引起各界怀然 不过目前艾滋病患者依法不得捐赠 但是如果器官正常还是能够救人一命 接管局拟定要修法 未来如果病患同意 可以接受捐赠 引发正义 不是说赞成啦 就医学上如果可以用还是 医学上如果讲得到 所以梅毒能不能当器官捐赠者 还是可以啊 但是你要事先知道嘛 是啊 这个人家国外也有做过啊 所以很多东西就 医疗专业还是回归医疗专业嘛 柯文哲话讲得很白 要推行合法的艾滋券官捐赠 恐怕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中新闻正中潘兆文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